現在我們再開一個新的專案 OK 那要不要抓都沒關係 或者是你就直接開一個新的空白專案也可以 反正你原本就已經有簡報檔案了 我就是開一個空白的 因為不需要錄影 那你可以自己決定說 好 我現在這個寬跟高要設多少 那這裡我們就是不要忘記了 請不要再用那個ntitle 我無標記了 養成習慣啦 養成習慣你就不會用了 好 反正後面就自動變了 我就用1024768好了 或者你要其他的你可以自己從這邊選 都OK 那你要幾張這個換燈片隨便你 你可以一張兩張都好 好 進來完全空白的 事實上我們剛剛開了很多專案 他都沒有關掉 有沒有發現 所以記得 當你用很久的時候 要記得把它收起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要把這個 來自Powler換到面 那你可以選擇看你要哪一個 因為我裡面也有給我們 這是簡報的 你可以用也可以用別的 或者老師手邊有自己的 都沒有關係 好 那我來找到我們的簡報檔案 好 打開 OK 他就問你了 你要拿幾張 沒錯吧 拳拳 對不對 進來 好 這個過程比較無聊 請你先試看看 好 現在已經把它全部都匯進來之後 事實上第一張還是會多的 所以你剛剛開新專案的時候 可以不用認了一張 反正匯進來就是單純 Delete就可以刪掉了 好 那你現在你看標題 有沒有發現是slide1234 對不對 你可以針對每一張 你把它設定好 那預設的話呢 每一張slide的時間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持續時間 5000毫秒就是5秒鐘 事實上你也可以從這裡看到 有沒有 看到了齁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定說 到底我哪一張 因為有時候可能你如果 因為我們現在很單純 只是把簡報每頁叫進來 它本身裡面是沒有任何聲音或影片的 那自然這個 每一張簡報的時間就是固定的 好 就固定的 那如果你有錄音或錄影 超過那個時間的 它就會再把它加進 就是會自動增加 那你可以從這邊呢 你可以在這邊 再把插入錄製 那個什麼 聲音 有一個聲音 好 如果說你需要的話 你可以再把你上課的檔案 再把它加進來 這樣就變成一個 比較單純的講解的過程 講解過程 這樣OK嗎 可以齁 好 那至於輸出這其他的 應該就還好啦 好 輸出其他這個還好 各位有需要做一些互動的嗎 做什麼 是非選擇啊 這個一般好像 大專裡面比較少 應該是國中小裡面 它可能可以搭配什麼 那個電子白板 請同學上來有沒有 來回答啦 因為現在國中小 他們都有那個電子白板 這個可能會比較適合 比較適合 所以事實上 它現在這個做的就有點類似 事實上當然這個也可以 搭配我們 如果我們有做那個線上測驗 它可以有那個Scon 一起巴掛進來 那這個它可以加進來 可以加進來做這些 一些題目的一個測驗這樣子 好 OK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各位 所以你記得它專案存的時候 它的負檔名是什麼 這一種有沒有 這個 那它輸出的時候呢 都會有一個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裡面再包括這個 包括看你輸出的是哪一種類型這樣子 好 OK 那這個就還給各位